林伯瞿传 王振旭 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 林伯瞿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 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他从十九世纪末的青少年时代起 就现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 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 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我幼年时期 他就已经是一位知名人士 著名的革命党人 1934年1月 我作为香港苏区代表 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 在瑞京第一次见到他 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当时 林博渠任中华苏维埃林石中央政府财政部长 已是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之一 会前 他向我们询问和调查了乡旦苏区的情况 而后又在会上做了经济建设的报告 会议结束后 还同我讲了 他在苏联急于想回国参加斗争的事 鼓励我回乡干 继续坚持斗争 无论是他的报告 还是个别谈话 都使我深受教义 当时 他才四十多岁 却银发满头 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 林老 1936年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我在陕北再次见到林博渠同志 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三五九旅 从靖察济调回陕甘宁边区 我兼任隋德专员 及隋后任延安地委书记 延安警备司令和卫戍司令之后 与林博渠同志的接触就更多了 那时在他领导下工作 经常聆听他的教诲 使我对这位革命长者的高峰亮节更加敬仰 林博渠同志一生的战斗生涯 是同中国革命在这个期间的全部历史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他青年时代目睹清廷腐败 外国列强不断欺凌中国 产生了强烈的复国强兵思想 赞成变法维新 变法失败后 康有为等成了保皇派 林博渠同志东渡日本结识了黄兴 宋教人 蔡厄 廖仲凯 何湘宁 朱直信等革命家 1905年8月 在日本听了孙中山先生讲演后 加入中国同盟会 旋即奔走于上海 湖南 湖北和东三省 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 建立中华民国 革命果实很快被军阀袁世凯篡夺后 他又参加了反援斗争和护法战争 反对封建军阀 勾结列强复辟地制 维护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 继续追随孙中山 坚持革命斗争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 林博渠同志 同当时许多革命者一样 因革命屡遭失败 政治澄清 遥遥无期 而时常苦恼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博渠同志 在他的好友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 很快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于1921年1月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他的同盟会老友董碧武 吴玉璋 在此前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博渠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后 仍继续留在国民党内 是我党最早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者之一 陈独秀 李大钊 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苏联政府代表岳飞与孙中山会晤 他大多参与其事 许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也都直接间接同他有关 他不但帮助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工人 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并未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 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做出了坚定不移的努力 同反对和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与革命三大政策的人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林博渠的一生中 他总是顺应革命的潮流 不断随着时代前进 毫不顾惜的 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 抛在后面 辛亥革命失败后 许多革命党人悲观失望 意志消沉 或者追随封建军阀去做官 林博渠却毅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 有人劝他脱离共产党 他断然拒绝 坚持走自己的路 参加了南昌起义 在王明 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关头 他又毅然踏上长征之路 坚定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领导 坚持党的北上抗日方针 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 此后在党内斗争中 林博渠同志也总是站在党的正确方面 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原则 维护党的利益 巩固党的团结 他事实时 陈毅同志在道师中赞誉他革命一生毫不愧 路线正确是英雄 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林博渠同志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特别是在革命统一战线 财经工作和政权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林博渠同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者之一 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倡导者 在长期的统战工作中 他坚持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同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 他对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非常尊重 总是以诚相待 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 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关照 对那些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人 他始终不忘 所以 许多民主人士都把他是做和蔼可亲的长者 能够信赖的朋友 遇到什么事 总是愿意找他谈谈 作为一个老同盟会员 老国民党员 林博渠不但一生非常崇敬孙中山先生 同宋庆龄 何湘宁等 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一直到晚年 他也还怀念着 在台湾和海外的许多旧友 1958年 纪念孙中山92诞辰 在北京碧云寺 他与何湘宁 离己身诸老 谈及国民党员老于幼任 在台湾赴诗怀念大陆和旧友时 还对于幼任深表同情和怀念 并不于诗中山灵树年年老 扫墓于狼蚁白头圆育 急疏一绝 不怕扫墓人白头 中山灵树绿悠 当年黄埔分明在 风雨同舟一久游 期望在台旧友 与祖国人民一道 团结在中山灵树之下 林波渠同志留学日本时 就攻读过经济学 研究过财政学和部计学 统计学 护法战争 他任湖南财政厅长 大革命时任国民党中职委 财务委员 后在南昌起义 中央苏区 长征路上和出道陕北期间 他也一直在做财经和部队的供给工作 抗战开始 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即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期间 还同时兼任着中央财政经济部长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 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 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时 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 关于自力更生 发展生产 保证供给的指示 在这方面 做出了许多贡献 为党和国家 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 那时领老经常强调要克勤克简 重视发展生产 关怀和改善人民生活 说 只有发展生产 才能解决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必须耐心地做群众工作 关心群众的生活 欲取之必先与之 取之于明 用之于明 关于发展生产 他认为关键在于资本 案 指资金 与技术 提出在资金方面 帮助民间游资 转入有利可图的私营 或合营企业 由应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资本 到边区来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业建设 他们可以单独经营 或与政府合作经营都给以法律的保障 与可能的协助 在技术方面 除继续发扬职工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外 应尽可能地争取边区外面的各种科学技术人员到边区来参加工农业建设 他们来后 多给以必要的优待 他的这些见解 至今仍给人们以重要启发 在大生产运动中 毛泽东主席 朱德总司令提出了屯田政策 三五九旅一面保卫延安 一面到南尼湾进行屯肯 而最先踏勘南尼湾的却是林老 1943年 林老带着边区政府的礼物 前来慰劳军肯战士 在报告时说 八路军是无敌的军队 他既能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夺取武器 武装自己又能征服自然 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 给了指战员很大鼓舞 林博区同志从中央苏区时起 就从事政府工作 后来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建国初期又曾任中央政府秘书长 在政权建设方面也做出了许多贡献 诸如正确地处理党政关系 既坚持党的领导 又发挥政府各个部门的作用 争取和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工作 真正做到 使他们有职有权 等等 他都可谓是典范 当时闪甘宁边区政府 名义上虽然是地方政府 但因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而国民党又拒绝承认 敌后各抗日民主政府 他实际上却是各抗日根据地的首府 他对政治 经济 以及文化教育 采取的许多措施 对敌后抗日根据地 都有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 我们在政权工作中 许多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 都从当年林博区同志所倾注心血 树立的风范分不开的 林博区同志不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的高贵品德也堪称模范 长期以来 林博区同志总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 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在延安 他多次跋山涉水 到各县进行调查研究 每次从西安或重庆回来 都要煮根棍子 挨个窑洞走走 与同志们进行亲切的交谈 了解情况 研究工作 晚年 他身体衰弱 也仍然是立即从工 他走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 调查了解实际情况 体察人民的疾苦 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 他还在日记中 端端正正的写下为人民服务 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 并郑重地盖上印章 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林博渠同志 非常关心同志和干部 重视专家学者 重视知识分子 他知人善任 任人为贤 对同志 对干部 他总是强调 看他们的全部工作 和全部历史 而不是看一时一时 同志们工作有困难 他总是设法帮助解决 思想有长进 工作有成绩 他热情鼓励 有缺点错误 诚恳帮助 甚至严肃批评 他常说 要入不出汗 绝集不抽 他一贯强调 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 和毛泽东同志著作 鼓励知识分子干部 深入实际 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鼓励工农干部学习文化 学习科学知识 他认为对工农干部 如张国焘那样胡乱的捧是不对的 对他们也要进行理论的培养 工作的检查 不要乱戴高帽子 当时许多人都把林老看作 寻寻长者 好的导师 林伯徐同志 一生光明磊落 对自己的缺点错误 从不隐瞒 他虚怀弱骨 欢迎党内外的批评 就像古人所说的 知道者首之舞之 足之导之 对于个人生活 他一贯以淡泊自持 十分简朴 进北京以后 仍然保持着延安时的老传统 林伯徐同志学识渊博 既是政治家 又是学者和诗人 毛泽东主席就曾说过 他是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 他经常守不识卷 勤奋地学习 尤其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六十寿臣时 他还向毛泽东主席请教 像我这样的人 应当如何学习 毛泽东同志回答说 讲到底 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 像你我这样的老党员 也还是要在立场 观点 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 我们学习马列主义 最主要的 还是学习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立场 观点 方法 林伯徐同志 非常重视毛泽东主席这一教导 他多次 向同志们讲述毛泽东同志 同他的这次谈话 直到党的八大时 他还着重地讲了 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 他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 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不仅在过去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 是重要的 在现在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 同样是重要的 主观主义 在过去曾经使我们在民主革命中 遭到失败 在现在 也同样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 遭到严重挫折 只有在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 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 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他的时候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 为了纪念林博渠同志的百年诞辰 学习他的高贵品德 林博渠传编写组收集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撰写了林博渠传 他紧密地结合中国革命的崎岖道路 从大处着笔 全面地叙述了林老光荣的战斗的一生 和他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并对他的品德 风格着异地进行了刻画 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 林老如何由一个学子 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 从他一生的战斗历程中 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就中国的道理 这部传记的出版 我想无论对青年或干部 还是史学工作者都会有所避议的 第一章 青少年 家世与童年 林博渠 中国共产党内少数几个 从本世纪初就投身革命事业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 明祖寒 耗岁源 1886年3月20日 清光旭12年2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安福 京陵里 县城北约10公里的凉水井 这里地处丘陵地带 是一个四面环山 全干土窝的小平原 一道清晰流贯中央 两岸繁星般点缀着村舍人物鸡犬牛羊 两百多年来 林博渠的祖辈 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他的家庭 人们说是个书香门第 曾祖林长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 先后任四川陵水 宜宾之县 后桌升为旭涌直立厅同之 祖父林山翠 是个领生 早逝 父亲林洪怡 1865-1906 曾在武昌博文书院一夜 1893年重负共生 1896年 京武汉 京陵 上海 燕台 天津复京师 入太学一夜三年 并肩教读 他研究过天文 地理 数学 矿学 和中国历史上的忠心之道 目睹列强侵略中国 清廷腐败无能 希望中国变法自强 他学养身后 崇尚忠义 真执 笃行 主张是应有忠义之性 怀真执之操 单可磨而不可夺其色 难可烦而不可灭其香 欲可碎而不可攻其白 金可销而不可一其刚 他居京师多年 从不低眉折腰产是权贵 在今完成学业之时 正值物需变法失败 他没有去做官 而是毅然 回到家乡 教几个从学生徒 林伯渠的母亲李氏 是一农家妇女 她在以教书为业的父亲的教导下 思想开朗 秉性慈祥 操持家务 简朴勤劳 林伯渠的家庭 自增祖父去世后 家到中落 父亲在世时 有水田八蛋 父是分家 兄弟四人 伯渠居长 各分得二蛋 约和十二亩 童年时的林伯渠 体弱多病 由于父亲经常在外 母亲家务繁忙 祖母需为掌房其他幼孙分心 家以山乡小村 就医买药 路程很远 人力财力 都较艰难 因而对他的调射护理 是难周到 这时 家里对他偏重敬仰 结果使他直至 接近学龄时 还举止迟钝 言语不清 甚至心神恍惚 视听模糊 这一情况 引起家人警惕 他们认识到 薄渠的体质源是好的 一时体弱 让他长期静养 反而变得长期体弱 俗语说 抠成的疮 困成的病 谈理生豆芽 成菜不成才 家人经过反复商量 决定 由静养 改为以动养为主 让他金风雨 见世面 在加强活动中 增强体质 年近七岁的薄渠 从家人的怀抱体系中解脱出来后 向大梦后出行 他来到村里的儿童中 同他们一道 跑遍了周围的农田山林 辨认了许多草木虫鱼 甚至参加十岁摘瓜 和八柴割草的行列 薄渠在这个年龄 来到家庭以外的小世界 天地万物都对他显得格外新鲜 他比一般儿童 更加喜欢观察和思考 向太阳升降 月向盈亏 风雨作息 寒暑往来 以致迅雷斗阵 彩虹架桥等天象 一般人司空见惯 喜而不察 而在少年博渠的心中 却常常激起疑惑与瑕思 此时 博渠尚未系统的诗字 但他的几个年岁稍长的同伴 已入私塾念书 他常跟一个学童去玩 从旁聆听熟师教授 千字文 看伙伴们描红习字 不久 他对诗字产生了兴趣 便找出家里那本 千字文 在大人和比他大七岁的 从堂兄林修梅 明祖昆 1879-1921 的指点帮助下 自己学了起来 不出一年 他已读完千字文 开始读 三字经 有不懂之处 就去问昆二哥 1893年冬 父亲印相试后 从省城回来 目睹儿子长高了 壮实了 异常高兴 使他感到惊异的事 儿子竟能认识一千多字 能说出一些文句 或段落大意 且能背诵 此后 父亲较为注意 开阔儿子的眼界 常带他走亲访友 到牌楼港 去祭草祖营 到凉水井周围 一二十里的亭闲渡等市镇上去赶集 每到一处 就把这里是什么港 什么压 什么湾 什么坪 有什么四贯庙语 古墓 祠堂 乃至丛林老树 流水人家 都一一给予指点 至于带有掌顾的 更是详细数说 博取边走边听 心旷神怡 兴致勃勃 流连忘返 他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 一草一木 后来在延安做的七律 梦返故乡 就曾写道 儿时心是魂难忘 梦里仓皇返故乡 那股亭闲过闹市 牌楼驻马 望千刚 山戎但远青还在 闭合无间色一乡 最是后园风景好 百花如景福岩墙 博取也如林里的少年一样 爱在夏夜池畔 冬日炉鞭 听年迈的祖母 和乡间齐老 讲述民间传说 和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德 李州等地的故事 更爱听博学的父亲 谈些英雄豪杰 莫可骚人的意识奇闻 一次 父亲给他讲起 三十年前在本地发生的一件运势 同志年间 一位学政从省城来李州主考同声和声援 特地复兴安访问咸丰进市 著名诗人黄道让 1814-1863 著有雪竹楼诗稿 黄以上兵相待 引他游览数日 沿途兵主附诗联队 畅贺甚欢 只是主人仇应较快 而宾客却有时那那难出 撕心酿酿 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尴尬局面 一天 二人畅游里水 放舟而下 约十里来到亭闲度一带 学政赞美山水明媚 立即邀黄道让连聚鼠队 黄请学政先提出鞭 学政脱口而出 河山涂化烟作末 黄想了想 摇头说 这可不容易对 要涌的是河山 而河 山二字 你都用去 我用什么呢 学政得意的催促 以你的高材 定能对好 黄说 破不得已 只好遵命 他列加思索后说 你的初编是河山涂化烟作末 我且说个风水文章讲打圈 冒昧 陈词 窒息 不令指教 父亲讲到这里 便转身问博渠 这初编和对编 乃一句为好 博渠经过一番寻思 回答说 初编太明显 平常 好像一般人都想得到 对编 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说明 总之是同初编相反 父亲说 那就是含蓄 眷勇 巧妙 把山河比作图画 是陈词烂调 烟作末 无论在次序上 或在形象上 都有点不伦不类 而把风水比作文章 又妙手天成的用眼前事 口头语 很自然地成冠下来 用讲打圈 来形容风水文章 对山河的赞美 真是构思精妙 巧发其中 博渠对父亲评述的一些用语 不能完全了然于心 但在当前警务 和父亲态度的启示下 还是领略了一些意思 从而对吟诗连队发生兴趣 父亲怀着期望儿子 除奉轻与老奉生的心情 除了督导博渠 继续锻炼体魄 注意身心修养 和帮助料理家务外 开始考虑儿子的读书计划 他着手编辑一套课本 共计四种 每种都冠以励志二字 以便明确编书的宗旨 和选材的主要内容 这四种书是 励志文选 励志诗选 励志词选 和励志曲选 除文选以外 其他各种分量都不算多 但文 诗 词 曲 都是写取 自古至今的精华而成 从1894年春天开始 父亲 即逐渐教博曲课读 这套课本 后来由于远近各私塾间辗转传钞 流行日广 直至辛亥革命前后 当地仍有一些私塾 把它列入盟学课本 不管编者是否有益 实际上 他在当时当地 在废科举 新学堂方面 却起了一定的 屈就迎新的作用 1895年 九岁的博曲 正式进入父亲刚刚创办的 私塾就读 主科是四书 先读孟子 而后 大学 论语 和 中庸 孟子 语言通俗 行文流畅 内容也能开阔心胸 在那皇帝至高无上的年代 博取读到名为贵 设计次之 均为轻之类的语句 感到非常新鲜 读 中庸时 学道书中说的 唯学五个步骤 即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感到很受启发 父亲秉承祖父 及老师彭居全的教会 素来认为 唯学 最即空书 而不误实 只顾独善其身 而不求 奸济天下 他认为 要 今世之用 不仅在于 礼乐行政 又要 充盈俯库 他最福音管子的苍领 实则之礼节 依实足 则之荣辱的道理 相信 假意的状语 苟素多 而才有余 何为而不成 以公则取 以守则固 以战则胜 也岳父刘燕的 深谋远虑 理财 当以爱名为先 而爱名 当使之耕耘之欠 而不再赐焉 因此 曾理出一个书目 叫博局细读 史记的 管燕传 商君传 汉书 贾义传 唐书的 刘燕传 杨炎传 宋史 王安石传 和 明史 张居正传 等篇 这些传主 都是立主 并坚持改革的人物 正处在 记忆力旺盛时期的 林伯渠 通读了这些传记 知道架色艰难 为人做事 必须务实 这对他后来 重视理财 和善于理财 是有影响的 开始接受 唯心思想影响 1896年3月 林伯渠 与堂兄林修梅一起 来到设在 安福县城的 稻水书院 就读 稻水书院 创建于1804年 90多年来书院在教育事业上并无重大进展 它培养出来的人大都是钻营仕途者或年轻的老朽 但近年来开始有点变化 当时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而初步发展起来 1895年 陈宝珍出任湖南巡抚 创办湖南矿物总局 开采签 新 T 锡 黄金等矿产 同时 对教育制度也做了一些变革 湖南学政将标 讲求金氏智用之学 对于八股文胜为笔薄 遂考取士 凡文体齐特不佑于八股格式的多倍取录 从而使全省文风大变 这股清风也吹到了稻水书院 1896年初 林伯曲的父亲应聘为该书院山长 他把儿子和侄儿带来书院学习 到之后不及一月 他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国子建进修 他的儿子和侄儿仍留在书院学习 这时 稻水书院设有四部 经 史 子 即 精选 四部专读 万国昆域 地理 万国史记 算学 革之初步等课程 还定有申报和万国公报 供师生们自由阅览 了解和研究国内外大事 林伯曲从山村的私塾 来到这个县城的新书院 感到非常新鲜 抱有很大希望 可是书院改革衣识 困难重重 书院开的新课 是有几个中年教师 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后 才勉强讲授的 当他们把这刚刚学来的知识讲完后 便再也无法继续 讲授下去了 新课大都变成了空课 林伯曲无可奈何 只好以主要经历研读古籍 林伯曲在书院教育的指导下 学习了王阳明的著作 他首先感兴趣的 是王阳明的大学问 因为在私塾时 读过大学等书 现在他从大学问中 得到了关于格物 智之等概念的新的解释 感到既在复习 又在新学 少年时代的林伯曲 自然无力对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体系 做出科学的判别 但他从王阳明的大学问 传习录中 却学到了一些有益的东西 他感到王阳明注重人心的作用 可以使人们在做人做事中 看到自己的力量 不依赖命运和神鬼 少依赖环境和条件 在自我修养中 要严以律己 注重慎毒 做到言行一致 这些 对他后来加强自我修养 和启发教育他人 都起过积极作用 1913年流亡日本时 他就曾多次引用王阳明的言论 以自责 自立 林伯曲的少年时代 正处于中国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轨道上 继续滑行的岁月 他在湘西的山乡 目睹贫苦农民 衣衫蓝绿 日食维艰 甚至流离失所 卖儿育女的种种凄凉景象 同时也闻知 太平军功克常德 李州等地的英雄事迹 以及当地农民起义失败 惨遭杀戮的情景 例如 他就曾听人们讲述过 1890年9月 李州歌老会首领 廖星街等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率领会党200余人 斜刀带棍 拥近作恶多端的团总 健身杜彩真家 将他杀死 几天以后 又率重进西李州城 被反动武装击败 廖星街避走不及 为寻机营拿货 此年 他遇会守徐树堂 被押解省城杀害 被捕的陈启元 鲁祥美 石胜弹等头目 一先后被就地处死 其他惠党分子 有的被押往边疆冲军 有的在本级监索 林伯渠来到稻水书院时 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战败 割地赔款 丧权辱国 凡此种种 给他幼小的心灵 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云 林伯渠开始伤食忧果 同情劳动人民 除了社会时事对他的潜移默化外 与其父对他的影响 也是分不开的 林伯渠父亲 林洪一是个思想 与时俱进 较为开明的人士 他在林伯渠 将入稻水书院一夜时 曾经凯然探到 日本国 历代以来 虽与中国起信 而危害有钱 来去年一亿 只加武战争 荼毒我生灵 割据我土地 重耗我金币 其其中正教之谷 有以圣人焉 以中国之孱弱 实甚焉 他对自己的家乡安抚县 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 到处使鸦片焉管 感到十分痛心 曾经写道 扬烟之害人 至今日而一列 无乡前五年并无焉管 惊且累累相忘矣 此待于刀兵水火之外 又天意结韵也 他自己一事无余 但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 却深感忧虑 就在应聘道水书院山长前夕 曾奉献命去考察 临县石门的雄黄矿 和天门书院 他看到有上千工人的雄黄矿 名为官办 实为豪强所占 他们唯利是图 不顾工人死活 矿洞深岸 坡斗 工人偶有失足 便粉身碎骨 而劳动所得 却养不足以示父母 腹部足以处妻子 因而书成一绝 是谁凿破混沌天 石洞幽深百丈悬 上下千人分若矣 生涯大半在黄泉 林洪怡这种对待帝国主义 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 对林博渠有很大影响 他诵读父亲抄给他的黄洞七绝 以后 对矿工的同情心油然而生 林博渠到稻水书院一年以后 书院的新课 改变了过去形同虚设的状况 逐渐有所好转 他即以更多的时间 投入到新课的学习 在新课和报刊所传播的新知识的影响下 他的精神面貌也渐渐变得清新活泼 尝试着以新的眼光去接触自然 观察社会 1898年的一天 林博渠登上了书院东南渝的魁星楼 直至顶层 他举目四股 万象分成 东西是原野平铺 南北有港陵起伏 近看到水 港区翻翔 远望福山 云遮雾眼 加上那阴飞逾越 犬飞鸡鸣 他感受了万物的静态 也领略了万物的动姿 而且与平时所感受领略的大不一样 他好像在经历着一次精神沐浴 恍惚身处万物之中 心超万物之上 总觉得在美好的江山中 有一些酸心碍眼的东西 在那里扬成鼓浪 窒息人们的呼吸 这书院外面 什么城隍庙 龙王庙 火神庙 还有什么词 公 方等 咫尺之地 殿与灵力 里面供奉的各种偶像 无非是昭告人们 要安分守己 劳而无怨 死而无恨 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 天主造人物之说 书态不惊 然尽有性之者 风水之说 达者福道 难道我们应该相信神道吗 第二天 他把这些感触 告诉了年已十八岁的堂兄林修梅 和另一同学黄又昌 二人听罢 提出了首先捣毁神像的主张 林博渠欢欣鼓舞 积极赞同 随后 他们开始结交 对扫除迷信颇有见识的学友 还特意 把学友中之县的儿子 也联络进来 于是 一股捣毁神像的小小思潮 便在稻水书院逐渐形成 1898年夏末的一天 在林修梅的指挥下 林博渠和几十个学友齐心协力 一举捣毁了城隍庙的神像 献鼠闻讯 立即派人赴现场勘查 到书院查询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 知县的少爷也参加了这一行动 并且当众共认不讳 这使县属的差人 十分尴尬和棘手 后来只得敷衍从事 不了了之 事隔46年 林博渠与黄又昌在重庆相悟 彼此互赠诗篇 他还记忆犹新的怀念在稻水书院时 矿角郊游 奎楼聚首的少年英雄气概 1899年春 林博渠又回到父亲跟前就读 并接受了物须维新运动的思想影响 林洪怡在京师就赞同维新运动 他从北京归来时 物须维新运动已经失败 湖南由谭四同 熊熙灵 唐财长等组织的南学会被查禁 巡抚陈宝珍 学政将标 食物学堂提调熊熙灵等 均被革职 他对此感到非常痛惜 但仍坚信时无论古今 地无论中外 纵令处置危险之秋 苟有自强之精神 以鼓舞一事 未有忠于不振 而甘居人下者也 他认为 乐于教人 善于教人 就一国盐 为一种优良之士风 就一家盐 为一种优良之家风 为了作与人才 他从北京回到安福后 接受了李州的聘请 到青山寺举办新式学堂 青山寺学馆 于1899年春实业 就读的由 李州 安福 石门 安乡等县学生 三十余人 林博曲与林修梅 也由倒水书院转到学馆 自从维新运动失败 科举 读经 八古文 又颇得是 林洪怡既鼓励学生 读新书 求新知 做实用文 同时对以应科举考试为目的 助全力于读经 做八古文的 也不抢求他们改变意志 但他认为 科举复胜 不过是回光返照 学堂兴起 却是事所必至 因此 他决定让博曲 为升入高一级的学堂 做准备 新旧课兼修并读 新学以历史 地理为主 算学次之 古籍有 诗经 处词 易经 书经 礼记 春秋 老子 庄子 韩非子 左传 公羊传 等等 其中有的是继续异业 有的是新开课程 父亲苦心孤义 耳提念命的贴心教导 儿子焚高济鬼 悟悟穷年的勤奋攻读 几年时间的学习 使林博曲在中国史地 古代汉语 诗词歌赋等方面 奠定了深厚的根底 并且长期受用 永至不忘 后来到了延安 他在六十字寿中 还怀着感激的心情写道 六十年匆匆地越过了生命的屠城 回首往事 而石林寿停训的情景 仿佛还在眼前 林博曲在学业上 得到了父亲的教会指点 在政治思想上 也接受了他随势前进 择善而从 和维新派思想的影响 戊虚变法的主要理论依据 出自康有为的 《新学伟经考》和 《孔子改制考》二书 《孔子改制考》 借用孔子名义 发挥托古改制的思想 搬出和附会了 西汉时公养学派的三世 三统说 为维新运动制造理论根据 林鸿宜非常欣赏这种理论 在青山四学馆期间 他就用了六个月时间 以自己的理解和见解 指导博取 公养学说 公养学说的所谓三世 是说社会的发展 按其先后次序 分为巨乱世 生平世 和太平世 由乱到治 越变越好 所谓三统 是说下 商 周每一个新的朝代的出现 都各自受命于天 自成为一个统 西汉公养学派这种理论 是为了适应刚刚兴起的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而制造出来的 以便证明 刘邦虽然出身于亭长的卑微地位 但他所建立的朝代 却是寿命于天的一个新的统 他同上一个朝代 没有继承关系 却完全有存在的权力 尽管康有为 梁启超 把西方的庸俗进化论 塞进公养学说的框架 但在当时条件下 他却有力地冲击着顽固势力 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根据 林伯渠学习了公养学说 联系当时的现实 在思想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因而印象非常深刻 1913年11月 他在日本东京 听孔教会讲 公养传后 就在日记中写道 一而十寿经 先君子 即以此书相督则 即六月月毕业 颇解其意 向往复国强兵 1902年 林伯渠考取了刚刚成立的 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 在戊戌政变中 慈禧太后打掉了光绪皇帝 举起的变法维新旗帜 可是经过义和团运动 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这一系列事变后 在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 危机深重的时刻 为了摆脱窘境 他却想把自己打扮成实行新政的棋手 1901年1月 他与光绪皇帝颁发了预约变法的上语 八月 下令整顿百日维新中创设的金师大学堂 并令各地将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 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 各府设中学堂 各县设小学堂 这种变革 主要是废科举 立学堂 改变教育的组织形式 而它的教育方针 仍然是早先提出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老货色 然而 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 毕竟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而广社学堂 变采西学 也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 在中国的传播 在此情况下 湖南成立了中 南 西三路师范学堂 西路师范 是当时湘西的最高学府 创办之初 他令湘西各县美县选送二人入学 16岁的林伯渠在思想开通的父亲的支持下 经过线考进入了西路师范 学堂所在地古城常德 是湘西门户 交通方便 市井繁荣 父亲亲自送伯渠入学 让他熟悉环境 带他走亲访友 和游览成交的名胜古迹 林伯渠离开了安福家乡 第一次来到大城市 眼界大为开阔 西路师范开办时 只有百来名学生 第二年发展到一百六十余人 在这里 林伯渠先后学习了经书 朱子 历史 地理 教育学 政治学 经济学 伦理学 心理学 博物学 化学 物理 日文 英文 体操和音乐等课程 从而使他的社会科学知识 和自然科学知识 较过去宽广许多 林伯渠在西路师范期间 更加关心国家大事 他对湖南务虚维新 运动时期的风流人物 西路师范的创始人熊熙凌 非常敬佩 并且发为引用 原来这学堂的主体房屋 曾经是明朝荣定王朱一贞的王府 但几经心肺改建 早已不是昔日模样 一物只留下几个巨不可报的食嗓 和一口烟之锦了 林伯渠对王府到学堂的变化 有感于衷便信手写来 此事何处 父老传言 云是昔日王府 断井环境必切泪 以楚游身龙凤雨 金屋高悬午夜灯照的清歌漫舞 慰问当年王后宫 今日该有谁做主 凤凰历指名高岗 麒麟云集结星旅 这里的麒麟 是美玉器科举 而入学堂的新来学友 凤凰当时指熊西陵 熊是湘西凤凰县人 曾有熊凤凰之称 他素来主张变法维新 为了培养学通中外 提用兼呆的新人才 曾于1897年冬 从北京回乡 在维新智氏谭四同 和湖南巡抚陈宝珍支持下 筹办了食物学堂 病人提调 言聘梁启超 为中文总教习 严重地打击了湖南的顽固守旧派 戊虚政变后 他被革职 脸记回家 改图在较小范围内新学 以待再举 这次创办西路师范 他联合湘西明氏代展成以得地利 甲青军头目黄忠昊之名 以取人和 而学堂的实际主持人 则是他自己 林伯渠这一引勇 由学友而至师长 辗转相传 终于为熊西林所知 熊问他 为何要这样写 他说出了 自己认为 一个违心运动的斗士 理应受到尊敬的心情 熊西林一面告诫他 你自以为是含蓄 而人家说你别有用心 你将有口难辩 一面提示他 学堂定有一些有益于青年的报刊 可在刻意尽力去阅览 从中形成你自己的看法 但发为言论 见诸行动 却要谨慎小心 不要给我招货 林伯渠虽然觉得这 似乎有些小题大做 却也是一片真心 特别是受到了要努力求新知的启示 在西路师范期间 林伯渠眼见国事孱弱 外武清零 他仇恨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 和以强凌弱的帝国主义列强 一心向往富国强兵 其所以如此 从一个方面看 也是继续受着他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 1897年 林伯渠对山东交州的教案中 得帝国主义 借故协制中国 要督府李炳恒 支州许颂顶抵罪 而中朝竟干受其协制 将李炳恒革职 发往军台 逼迫支州自禁 就深感洋人欺人太盛 书堪太息 他完全赞同义和团的反帝行动 1900年义和团奋力抗击八国联军时 光绪皇帝曾多次传遇嘉奖 他工工整整地将嘉奖令全文抄录在笔记本上 从这里也可亏知 他对义和团的胜利是何等兴奋 他这种爱国主义的态度 对林伯渠的政治思想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激起青年林伯渠 热望富国强兵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是当时的许多进步书刊 那时 学堂附近有一个企致书局 经理唐城随士林伯渠父亲 在武昌博文书院的学友 书局经常出售一些港户出版的进步书刊 为了避免招惹是非 他便将内容更激进一些的藏之后史 林伯渠凭借父亲的关系 经常在星期日去阅读或购买这些书刊 当时在西路师范进步学生中 公开 半公开 或秘密的流传的进步书报 主要有郑观音的盛世威严 康有为的新学伟经考 和孔子改制考 盐复义的天眼论 康有为 梁启超办的新名从报 张世昭创办的国民日日报等 到了1903年下半年 甚至还有陈天化的猛回头 警示中以及邹荣的革命军 林伯渠为了发动同学们阅读这些书报 联络一些进步学友 发起成立了新知学舍 由于音乐室设在学堂的东北角 幽深僻静 加之上课时间不多 门虽设而常开 学舍的成员 常到音乐室去阅读或聚会 开始时 他们是各自阅读 继而相互交谈 讨论问题 有时甚至高谈阔论 久而久之 引起了学堂一些顽固分子的非议 熊夕林对学生看进步书刊 平时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当听到非议 责难时 他只好让数物把音乐室锁起来 林伯渠等学舍成员 只得分散开来 把书报拿到聚学堂不太远的神武寺 职员寺等僻静的地方去阅读 这个新知学舍 后来发展到寺 50人 对开阔同学们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些新书报中 林伯渠受影响最大的是 《心灵从报》 该报是1902年创办的一种月刊 他反对慈禧太后 支持光绪皇帝 因而遭到清廷严禁 但却受到知识界的欢迎 梁启超在《心灵从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以小畅浅写 彼端常怠感情的文末 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 政治学 经济学 颂扬西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 和革命运动的历史人物 宣传种种与中国封建传统相背离的社会思想 和道德观念 他的政治文章 曾尖锐地指出 列强要保全中国 正说明 中国处于被列强支配宰割的严重状态中 他还淋漓尽致地揭露 清朝官僚政治的腐朽堕落 抨击慈禧太后 徒有虚名的新政 甚至说 变革为今日 就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 心灵从报的宗旨 是恢复百日维新的新政 实行君主立宪 阅读该报的人 固然有受他的影响 而赞同君主立宪的 但也有很多人 是经过梁启超 而迅速地趋向于 当时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 林伯渠就是属于后一种人 林伯渠仇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 向往富国强兵 不只是接受了进步书刊的影响 现实的反抗斗争 也给了他深刻的教育 比如唐财长自立军齐的失败 就使他感到非常惋惜 唐财长是湖南流洋县人 是谭四同二十余年的好友 唯新派的激进分子 1900年7月 他眼见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帝运动 便以时局紧张 需力图保种救国为由 在上海邀请数百人 举行中国国会 定立了三条宗旨 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 创造新自立国 二、决定不任满清政府 由统治清国之权 三、请光绪皇帝复辟 一、这些条款 虽表现了唐财长政治思想上的自相矛盾 但他希望拯救国家于水火的精神 却博得很多人的支持 召开国会以后 他又秘密组织了自立军 亲赴汉口进行部署 拟于八月九日 由他统一指挥 分别在安徽大通、安庆、湖北汉口、新低 以及西路师范所在地长德 分五路同时起义 不料叛徒出卖 唐财长等二十余人被捕 八月二十二日同时被杀害 起义失败 林伯渠痛心疾首 此事更加激起了他救国救民的热忱 林伯渠后来回忆 他在西路师范的政治思想状况时说 戊虚以后 梁启超在日本办 新名从报 其思想言论 对国内知识界影响很大 我在西路学堂时 即获读 新名从报 加以唐财长汉口起义等影响 所以蒙混的筹满和富国强兵的思想 当时是很强烈的 清政府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 为了解决失资和实行新政的需要 先后派遣一些官员和青年出国留学 1903年冬 西路师范举行选拔留日学生考试 林伯渠以第一名录取 随后 他结束了西路师范的学习 前往日本 当时清政府企图在留学生学成归来后 经过考察 赐予近视 举人 共生等闲 使之便成为己所用的人 可是事于认为 这些青年学生 接受新知识 富有政治敏感性 大多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 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 凌波曲就是其中之一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